有个大公司 晚上有一千人开那个庆功会 到精彩的时候突然停电了 老板马上派出十个人 他不想把庆功会停下来 派十个人去买了一千 三百支的蜡烛过来 接着开 全部点好了 开到一半 老板好像想起来了 他一看这么多蜡烛 他就随口问了一句 今天有谁过生日啊 有一个同事以为有好处拿了 老板我过生日 我过生日啊 老板说好 等一下我们开完大会 你负责把蜡烛给吹灭